《善解方便》 善解方便 这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善巧之心 能够体解人心 什么叫体解呢? 你能够体会别人的心 体会别人的感受 能够了解它 为什么讲善巧的心? 当然善巧的心是善 离不开我们的心 要有善的动机 我们要做一个良善之心的人 那以这样好的动机 利他的动机 去体会 去感受 去试着去了解别人 同一个立场 所以你如果善解方便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能够以这样的善巧去体解众生的心 你才能实践 同体方便 同体方便干什么? 广度有情 广度有缘 你就是不了解这个人的心 没有站在他的立场 完全有你自己的出发点 要讲佛法给他听 要劝他 要给他忠告 他只会害怕你 抗拒你 回避你 所以你常常要这样 要站在别人的立场 要有一个好的动机 利他的 纯然利他 没有无私无我的 没有得到自己好处的这种心 完全无私无我的 要利益他 帮助他的心 站在别人的力量去了解 你才能有一天 像佛菩萨那么慈悲善巧 能够广摄善巧方便 要达到广摄善巧方便 你必须 所以前面就开始行持 之前就要开始行持 自我要求、自我训练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 以前讲过一个老木工的故事 老木工呢 老木工他就是人生他有很多的职业 你只要是有专精的记忆的人 你在这一方面的记忆非常的专精 这是你的强项 甚至你是权威 你有几分的专精你就有几分的执着 老木工他做这个木工盖房子的手艺 非常好、非常的精熟 那他的执着心呢 也非常的强大 所以很多学艺术的人 他就说我对这个 我对这个艺术 有一份无悔的执着 对不对 我听到这个都是觉得 真是可惜 你那份无悔的执着到最后 就是你还没有真的了解人生的实相 你如果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以后 你那份无悔的执着就变幽悔了 因为人的一生如果只用来追求 或者学习某一项世间法的记忆 那真的是相当可惜 没有善用这个人生宝来自立立他 来探究生命的真相 真的相当遗憾 老木工也是 老木工一辈子盖房子 自然他对这个盖房子非常的执着 那也是碍于生计 有做才有钱 没有做哪里会有钱过日子 所以这就是处于这个世间 他必定造逢的烦恼 这个女儿听过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法门 她非常希望老木工老父亲 在舍报之前的有生之年 能够修持极乐世界的法门 能够求生净土 这老木工根本不信 这是努力的工作 到处去有人跟他说哪里需要去装潢 装修他就去了 那他慢慢就想办法 善解方便 他就想了 有一天 他方法想好了 他的父亲得重病 年老了 看来就要舍爆了 在弥留之际 这个女儿跟他说 哎呀爸爸爸爸 你现在看起来 身体不大好了 我听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里 要盖很多的房子 圈你这样的木工人才 你的工具箱我帮你准备好了 等一下 你就一直想着阿弥陀佛 看到他就跟着他走 那里太多的房子要盖了 他父亲就这样往生极乐了 没有这样的善解方便 他这个父亲必定轮回 能够度自己的亲人 度自己的父母亲往生净土 这子女叫做大孝之人 不可思议的福德 所以同修你平常 学佛要用心 对人的心性 要善加观察体解 要学佛菩萨的广色善巧方便 不能佳化学佛 直来直往